時想導致車禍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開車轉彎變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 這一些也將會同步加重罰環 最高可以開罰到3600元 老子有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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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子有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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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子有錢 錢 錢 老子有錢 錢 錢 感謝漁文樂大大 有機會替台北市政府 增加一點點微薄的收入 不然我們柯市長為了作爆 1280月票的萬元常客 Kipipip的不行 那這一定是很奇怪的 好了 別再糾結了 鏡頭還給定居在台灣的漁文樂 他8日下午坐在東區高級18外頭抽著煙 他打算放進口袋的 賤酥酥是三顆香煙 欸欸欸 提醒六叔 根據台灣愛證防治王的報導 每天抽一根煙 比起不抽煙的人 多出64%的死亡風險喔 沒關係 小編不怕嘛 為了你老婆王湯雲 和一對子女未來的幸福 小編還要說喔 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指出 只要每天抽一根煙 心臟病的機率會增加50% 中風的危險也會上升30%喔 好煙慘喔 現在的心結離開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趕緊把煙戒了吧 但目前更緊急更需要矯正的 是我們宇文樂的開車習慣 畢竟開著一棟房子在街上跑 要進個不小心重新整修車子的費用 想必會讓六叔嘛 呃 文樂有多馬路散寶咧 他又是為打方向燈右轉 和路人來個大眼瞪小眼 接著呢 明明要右轉 卻硬生生打了個左轉的方向燈 你你你你你 駕照到底是怎麼拿到的 台北的用路人 請離這兩包之街遠一點喔 娛樂動新聞 發導 嗯